金黄色 嗯 非常漂亮 一样香料丰富 他说他的这个祖籍也是陕西人 陕西未来 咱们本地叫红羞菜 来到松攀呢 我们肯定要吃一下当地回族 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吃的 今天呢 有永哥 然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永哥今天在吃啥 就吃这个 一轩特色汤锅 这是啥汤 啥做的 毛牛汤锅是我们松攀的 正宗不 正宗的毛牛汤锅 那是 然后正宗的回民 好 餐馆 主播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些东西 我确实不是很多 这个必须把老板搬出来 给大家讲一下 老板你好 你好 欢迎迎来大家 去到北面做客 谢谢 您贵姓 我姓嘛 这边也是主要吃肉的 不是吧 主要是吃肉 喝汤为主 这边有四个民族 藏族 回族 汉族 羌族 都喜欢吃肉 对 因为这边比较冷一趟 好多人喝我这种汤来的 野生 杨祖菌 松茸 以毛牛为主 有鲤鸡 全自放羊的毛牛 放羊的毛牛肉 它嚼劲 是有草味 色泽你看得出来 喂养的毛牛肉是不一样的 喂养的颜色会照样的 这个颜色淡一点 这也是毛牛肉 毛牛肉 我猜一下前胸 对前胸 这是我们西北常见的 对对 麻花 手工麻花 这是个甜口还是咸口 这个甜味 锅盔 我们的锅盔是又大又圆的 对对对 我们把它缩小版 基本上大多都喜欢吃香草 做这个锅盔的时候火烤 就会放一点香草 这样烤出来就香一点 有点像面包的感觉 这个我知道 这是毛耳朵 甜咸口的 咬起来特别酥 特别酥 这是另外一个毛耳朵的一个做法 外观不一样 这道菜是本店少不了的 季节性的野菜 咱们本地叫红军菜 煎红军过草地的时候 就吃这个菜 我们这边也叫苦菜 这是苦苦的 这个菜现在目前只有本店应该有 其他没有 这什么季节才有这个苦菜 大概七八月 冬天吃 这是库存的 高山绵羊 草原上的还有山味 它是放养的还是倦养的 这个是放养的 凤羊的羊肉跟牛肉是差不多的 不是鲜红 不一样的牛肉羊肉它不精煮 它没有嚼劲 是吧 后来我要给他解释 他们说过这个牛肉吃的硬硬的什么的 因为凤羊的牛整天这样跑 鸡肉比较多 其实它是好东西 那如果上了年纪人怎么玩 有专门煮的软软的 煮的软软的 对 考虑特别周到 对对 其实我们本店选择的都是跑山鸡 这个是麻辣味的 您介绍了这么多 然后这个食材品质 但是感觉都不错 这一桌多钱 总共一桌 大概都超过260块 这边应该还是属于一个 就是没有完全商业化的一个 旅游的一个地方 物价还是比较友好的 被破坏了 我这个汤的话你喝了下次还会来 是吧 这边特别冷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先尝一下 好的 谢谢老板 好 今天老板在做陪呢 他说他的这个祖籍也是陕西人 陕西未来 大概啥时候是过来的 在清末时候 你会讲陕西话吗 陕西话会一点 我今天给你教一句 聊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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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聊杂了就是舍舍东西特别好的意思 就我们这边说硬杂 硬杂 我们先喝汤 先喝汤 对 我说汤还挺浓的 嗯 这个是纯军汤熬的是吧 纯军汤 这个汤的颜色是非常重的 肉是厚下的 以军汤为主 这个有点像云南的感觉 乖 怎么样味道 鲜 甜 对 这有实财的原因 看起来是非常浓的 但是喝下去是非常清澈的 有点鱼汤的感觉 泡丸里边的话 这是蒜泥 蚝油 它有放在炸菜 然后底下有葱花 生抽 香油 有点像这个成都的这个料碗 先尝一个麻花 哎 挺脆的 油香 稍微带点甜 甜的味道不明显 特别酥脆 比较磁酥 下午的这顿饭的话 都是以这种为主 冬天咱们这都是以毛流肉 刷牙烫这样为主 这个有点像大理那边 就到下午 晚上他要吃一个铜锅 这个驱寒气呢 那他会差不多来个吃点肉吧 保留牛排 嗯 对 牛股最香 对 拿军汤做的 军汤 横前面看到有筋 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擂条 就是又筋又肥底 然后又收肉 哇 肉特别弹 好吃 好吃 还是比较有嚼劲的 就像老板刚刚说的一样 如果大家家里面过来有老人的话 你要给他提前说一下 嗯 但年轻人的话 这样吃的特别过瘾 嗯 肉的颜色非常漂亮 对 浅粉色 因为它是红色 颜色特别浅 对 整天的村草 只像这样 肉质跟其他都不一样 肉品就非常好 吃一下这个肥牛 油为啥是黄色的呀 这个标 这也是因为放养的 放养的原因吗 是不是有的是品种 或者有的老了长黄了 特有的这个黄标 牦牛特有的黄标 对对对 金标 金黄色 嗯 非常漂亮 好香 这个标特别香 这个可以生吃的 可以蘸芥末 我生吃过烤肉 然后上面放了死然辣椒盐 我没有生吃过牦牛肉 它是里肌 试一下 一样香料丰富 嫩 这个佐料味道重 把肉味道压住了 但是肉确实嫩 肉质非常好 生抽芥末蘸牦牛肉 生吃 牦牛磁身 真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传播的牦牛磁身 这个味道有点重 这蒜苔肉是白色的 黏得非常浅 觉得这个还是 没有这个前胸好吃的 学家是这个香一点 没有生吃完的 跑山鸡 这个比较紧实味道比较淡 红油味道 油香口 红金菜 尝一下 肯定也叫苦菜 苦菜 味道特别重 对 有点像韭菜的感觉 清热 清热对吧 清热 嗯 基本上 这一桌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今天朋友也比较多 也就不打扰大家吃饭了 他家的这个军汤锅 确实非常有特色 我在其他地方吃过 一般 其他地方的这个牛肉 它不会用军汤来煮熟的 但他家的这个牛排吧 是用军汤煮熟的 味道非常鲜 口感是特别Q的 牙口比较好的话 特别爱吃成有嚼劲的 尤其我西北的朋友 你过来试 这个跟青海的差不多 但没有青海那么硬 你家里面有老人给老板 提前说一下 要软烂一点 这个前胸肥牛特别好 这顺串肉金黄色 油香 羊肉非常好 我觉得他这儿的羊肉 比这儿的牦牛肉要好吃 品质食材都非常好 大家应该都能吃惯 因为没有一个就是特殊的一些 就是其他的一些 我们接受不了的香料 就这种味道没有 突出食材的本身 谢谢大家的一个支持 那最继续 谢谢阿加西 今天来本店做客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我是回民机的阿加西 咱们下期见 拜拜